你们看砂糖这嫌弃自己卡牌的表情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新版本出来后看了眼剧情 然后 迅速来到猫尾酒馆 剧情没什么内容 就是些比较可爱的对话 比如在迪鲁克询问 他的卡牌是谁弄过来的时候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还是帮大家理一下 七圣召唤的规则与玩法 以及一些快速上手的心得 希望能帮助到跟我一样平时不太打牌的玩家 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复杂的 我帮大家根据布局分成三块 方便大家记忆首先角色 这游戏不像炉石那样有个主英雄 胜负只看场上角色 谁的角色先死光谁就输了 每次只能选择一名角色攻击 同时敌方出了AO意外也只能打到他 可以说继续输出又是坦克 如果你想换人 因为他能打元素反应嘛 你想融化或者扩散 换人后这轮直接解锁是没法攻击的 所以换人是一个消耗不小的选择 当然收益也成正比 有的元素反应能在原基础上多打出两点伤害 最后左上角是血量 右边是元素充能 普攻和小技能都能攒一点元素充能 满了才能放大招 值得一提的是 卢老爷的大招能打8点伤害 克勤啊看爆料也很强 只能说重新起飞了啊家人们 底下是你放对应技能需要的元素头 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二款元素头 每回合都会扔一次 扔的不满意还能重扔一次 但这个回合不是进攻一次就叫一回合 而是要你自己结束回合了 一般元素头用完就该结束回合了 否则啥也干不了 每次进攻都会消耗扔出来的元素头 头子需要与角色元素对应 当然了还有万能头可以搭配 其次底下的行动牌也要花费元素头 行动牌上面的数字是消耗的数量 白色的要消耗两个相同元素的头子 黑的则是任意两个头子就行 或者也可以把牌往头子处拉 每消耗一张牌可以改变一个头子的元素 方便角色攻击 最后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行动牌了 每场对局开始前会有五张行动牌 之后每回合结束都会摸两张 就是看你自己组牌酷了 行动牌多种多样有剩一物 让角色攻击时可以少使用一个元素头 或者武器 让角色加一点攻击 又或者补血的食物等等等等 就不一一介绍了 现在的卡组还是他送的 所以我明明没长枪角色 他也会给我长枪什么的 就等于带了没用的卡 大家如果理清了这三个区域 大致也就了解规则了 此外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这里 可以看你和对方所剩的元素头数 当然如果看到这里 还有点乱也是正常的 看我简单打一把就知道思路了 地图上会有很多个牌友 其中最强的 竟然是提米的感性 他有一套牌 你现在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打 说句题外话 他打牌后 面前的鸽子打没了 还说我瞎跑的 咋无名人的 开局首先是摸行动牌 没用的就换掉 现在好多没用的牌 好 看了下 有单手剑和冰剩一物 那么就先选凯亚叔叔 所以扔头子就直接找冰 不是冰系的 我全都不要 我去啊 怎么那么黑 换了半天就俩冰 那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先扔张行动牌 变出一个冰元素头 三个才能放技能 然后就是武装凯亚 当然啊 这些应该在我攻击前做 算是伏笔了 也无所谓 因为还剩两个不同的元素头 我完全是用不了 所以呢 选择换卢老爷 打融化反应 结果他也换人了 你敢先 把染冰的藏在了后面 不给我打 这时候因为没事 所以选择结束回合 谁先结束 下回合谁就先手 对了 你结束回合后 对面可以一直动 直到他的元素头也用完为止 磨牌 扔头子 我选了迪鲁克 就找火线 不犹豫 我去 我也太黑了吧 扔出来的都是些啥呀 那只能用牌改元素了 否则连个技能都放不出来 三点才能放 然后打个自动换攻击角色的牌 再把剩下没用的头子用掉 结束回合 第三回合了 扔头子呢 就是想一下谁进攻 我要为凯亚上场做准备 还行 卢老爷现在融化秒一个 然后我之前用了自动换人 否则现在卢老爷就死了 所以换人很重要 这里其实直接打融化就行了 因为本来三弓 融化加二 武器加一 直接六眼血带他走 看到这里 想必大家对规则与思路 有一定了解了吧 随着你一个个牌手打过去 地图上的牌手会越来越多 只有通过打 他们才能换取卡牌 领取奖励 老实说还是有点干的 然后还有卡贝 这里面最贵的应该就是蒲公英了吧 反正我已经换好了 好了我要赶紧去干了 早日把牌都干出来 到时候给大家推荐好用的卡组 所以别忘了时刻关注哦